这个球为什么用加赛来打 是把这个说完 就这种球因为刚才讲了嘛 角度大了它停不住 其实它的分离角 不管是高杆低杆 就是中杆 因为以前讲过 它的分离角高杆中杆低杆 其实角度越大 它是越接近于中杆的 所以变化不会特别大 如果你不加赛的情况下 高杆可能是这样 这个限度对吧 然后中杆正常情况下 它应该是什么线 中杆 差不多是这样的 它应该是往这个方向的 但它低杆吃库点不会差太多 你至于观察 低杆的话可能会往这边多一点 差不多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因为它本身就离库边近有点大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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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这个高杆低杆中杆的限度变化 它其实 首先吃库点变化不会特别多 然后高杆应该是这样的 中杆差不多是往这个方向 低杆往这个方向 但实际上我们打球的时候 碰到大角度 不会用纯的这个低杆或中杆去打 很少这么打 尤其是中杆 没有很少说我这球打纯中杆去打这个大角度 一般不会 这个进球率会非常低 所以碰到大角度本身 这种中杆的限度 包括低杆的限度 就是在不加赛的情况下就不会用 基本上不会这么打 虽然它是这个限度 我们一般选择是 是用中杆打轻一点 带点左杆去打 这样进球率会高一点 一般都是这么去打 你看 这样打就成功率就高一点 所以首先我们要判断 就是说这个角度球 我们该用什么干法去打 它会有一个合理性 所以我觉得这种角度球一直打不进 对 你用中杆或中低杆去打 这种大角度的情况下 它进球率非常低 一般都是需要 你要么高杆推是没问题 高杆推其实也 按你说这球还是比较常见的 用高杆去打 这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很少说这种球 我们用中杆来打 这就太少了 谁没事说这个球我不加赛 就用纯中杆去打 一般不会 一般都会带点左杆去打 线路其实是跟中杆的线路差不多 好吧 那这种技巧 美老师教你一个人的球 对 这个其实很多人 他就可能觉得 我只要点着准了 对 我不管用什么干法都应该能进 这种角度永远就打成成功力 特别多 对 所以说这个你 包括用低杆 也不会说正常用纯低杆去打 这很少的 几乎不会这么去打 所以大角度判断线路 我们只是需要 其实不是在判断它的线路 而是在记 就是 它固有的就那几条线路 我们不会说这个球一定要 对吧 创造线路 对对对对 常见的就是那几条 因为它角度大了之后 我们要首先要保证它的准度 要保证它的准度的情况下 你用的干法 不会那么多 这种小角度它可能选择范度会非常多 比较合适 什么干法都可以用 准度也能保证 但一旦角度变大了之后 一般我们用的几种干法 就是中干 低杆也会用 低杆加左塞也会用 比方说 我想想也少 低杆左塞肯定也会用 就是有的人他会 他就是可能叫这个球 他觉得他 他那个 比如叫这个球吧 他可能用高 不是叫这个球 他可能用高杆推一库 他没有没有把握 他可能用低杆打 他喜欢这样 低杆加点左塞 这样两库 这也会用 但是多数都会带一点顺塞去打